我們來看看這一題 它說假設某種藥在農作物上 單位面積的殘藥量 就是Y 與用藥時間的關係是這個關係 那麼它C是常數 如果有一個農物噴灑45毫克 就一開始噴灑是噴灑45毫克 450毫克 那450毫克的話 我們就曉得這個C是等於450 為什麼 因為你那個時間代理 T的話等於0 X等於0的時候 我代理的話 這是等於C乘以A等0之方 這是等於C A等0之方是1 這個是等於450 所以我就曉得C是450 也就是說 A6X 這個是等於450 乘以A的X次方 現在呢 它要給個條件 它說經過12小時以後的話 殘餘量變成270 那你就給它代12 這個時候這個是270 也就是說 270等於450 乘以多少呢 A的12次方 那這樣A我就可以算出來 好 怎麼算 我們把它約掉 A的12次方 等於多少呢 9545 9327 所以這5分之3 就是這樣 所以A的話 它是小1的一個數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就小了 這兩邊給它取對數 這12 LOG A 會等多少 為了方便 我把它寫成這樣 10分之6 10分之6的話 這樣就等多少 LOG 6 那減掉1 這樣LOG A 我就算出來了 好 算出來以後的話 我把它給代進來 代進來的話 A的X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450 450 那乘以多少呢 A的X次方 這個它要求要小50 那這樣我就可以算出X 我一樣兩邊給它取對數 這個可以消掉 5945 51得5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兩邊 就A的X次方 是等於多少 9分之1 小1 3分之1的平方 就等於3的乎2次方 兩邊是LOG 這個X LOG A 等於乎2 小1 小1 然後 乎2 LOG 3 LOG 3 好 那這樣子我就可以把X算出來 X它是小多少呢 乎2 LOG 3 除以LOG A LOG A LOG A等於多少 LOG A是等於 12分之LOG 6 減1 所以這是 12分之LOG 6 那我直接把它乘上去 乘以多少呢 LOG 6 1 1 1 2分之12 好 這個可以帶數值下去 這LOG 3 是0.4771 這個LOG 6 是LOG 2加LOG 3 0.301加0.47 把它帶進去 帶進去的話 這個等於多少 這一個呢 它說 如果單位面積的殘留量要小於5 50毫克 則至少要多少 這應該大於等於 那我們看看 這裡哪邊弄錯 這裡 這裡的話 LOG 是這樣子 不過這裡有點弄錯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小於0 這個小於0 你把它除過來的話 不等它要顛倒 這裡不等它要顛倒過來 把LOG A除過來 然後不等它要顛倒過來 為什麼 因為LOG A 它是小於0 那這樣的話 就把那個數值帶進去 就是答案 我們把它疊順更看 這個我把它倒過來 倒過來 我把它寫在這裡 這是2 乘以0.4771 再乘以12 那除以多少 除以1減掉 1減掉 LOG 6 是0.301 1加0.4771 加0.4771 好 那這樣就可以算 上面是2 乘以0.4771 再乘以12 11.45 11.45 11.45 0.4 下面是多少 1減掉 1減量 0.401 3減掉 0.301 是0.4771 這算是0.229 那這樣ende多少呢 把它除一下 11.45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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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是0.229 等於 51.6 就51.6小時 51.60 他要取整數 所以這個是51小時 我就經過這個 至少用藥 至少用藥這個51天 51小時 這是天 這是天 這個單位是天 就是要經過 他是 這個有點 搞錯了 X的單位是天 所以這應該是0.1 不過我們算出來這個也是對的 這個事實上是 51小時 那51小時的話 我把它除以24 等於多少 等於2.165小時 大概2天 這個是小時 所以這時間 X是等於2天 2天 不然 不然的話你可以 這如果是2分之1的話 這個12小時把它改成2分之1的話 算出來的答案也會一樣 這個答案的話是2天 答案的話是2天 你把12 你把12改成2分之1 因為一天24小時 把它改成2分之1的話 你算出來的話就是2點多 算出來的話 就不會是51 這51 大概是小時 所以答案的話是2天 好的 那麼 謝謝 快點 謝謝 谢谢观看